猪的流感病毒要想感染人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就是说很少有这样的几率 但是实际上还是发生了 还是认为这个和猪流感有一定的联系 但是猪的流感病毒一般是不能够传染到 人就是对它没有什么敏感性 但是这个病毒进入人体之后 可以发生变异以后做到人传人 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造成了现在的猪流感流行的情况 现在我看到一种说法 就是现在所谓的H1N1流感 最初叫做猪流感 后来之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改名字 一个是考虑到对养猪业的这样的一种不良的影响 再一个就是说刚才你也提到了 这个甲型的H1N1流感病毒 不是从猪传染到人身上的 而是人传人的一种感染 和它不同的是 禽流感的确是从禽传到人的身上 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发生 人与人之间这样的传播 人人之间的传播 还有人从动物或者家禽身上 获得这种病毒 这两种方式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就有更大的这样的危险性呢 为什么 因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传播 因为现在生活的方式应该说都比较开放 大家之间的交流非常的多 有很多的集会或者聚会 大家经常会有这样的交流的机会 那么这个交流的机会也使得大家有了更多的传染和被传染的几率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为什么现在呢 我们一直在说 说这个老年人和第五岁的小孩是容易被感染到的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发现了大多数的感染病例是青壮年 是 这也是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青壮年 它的流动性非常流动性要更大一些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多 对 所以呢 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感染这个病毒 是这样一种情况 实际上是最现在已经诚信的 就是这种病毒在猪身上确实是存在 H1N1 但是呢 是不同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猪流感的病毒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这种新型的假型的流感病毒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种呢 是只可以在猪之间相互传播 所以也会在猪呢 群之内的造成疫情 但是这种病毒是不可以传染给人的 所谓传染给人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进入人体以后 因为它这个病毒的一个特点 就是可以不断的进行变异 那然后呢 来逃避呢 来逃避我们的药物啊 或者是人体呢 对它的一个攻击 这样呢 就是说进入人体之后呢 在人体之内发生变异以后呢 从而造成了人转人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正式的把目前这种流感的名字定名 叫甲型流感 简称甲型流感 是叫H1N1流感 那现在呢 实际上在美国这边我们看到 英文媒体有时候还是俗称把它叫猪流感 这实际上呢 倒是在美国这边好像问题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美国这边习惯上吃猪肉的人相对来说少一些 但是比如说对中国亚洲许多国家是猪肉可能这种销售量比较大 使用的人比较多 好像还是很多人担心 这个到底是这种流感病毒 我现在吃这个猪肉 或者说和猪在养猪场工作和猪有接触 会不会就传染给我 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呢 这个传染的几率非常之小 但是我们说只是说现在发生了 但是呢 这个几率非常小 而且呢 作为病毒来讲 大家现在因为呢 经过了这个禽流感 经过SARS之后 一谈基病毒呢 大家都有点来往而生畏的这样子心情 甚至有一些恐惧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的病毒呢 它是非常容易灭活的 那么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就是呢 有一个外衣壳里面包着呢 所谓它的DNA的成 或者是RNA的这个遗传物质 那么还有一些呢 外面会有一层呢 会有一层包膜 那么这也就是说 它的外壳呢 就决定了它的传染性 它的毒力 也就是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它是非常容易被灭活的 那么像我们在加热 加热到60度以上 要半个小时 或者是呢 加热到有的人说呢 70到100度呢 就可以完全把它灭活 那么这也是根据呢 不同的病毒呢 它对热的敏感程度呢 是不一样 是有关系的 我们说这个度是指的摄氏度 摄氏度 对 有一种说法说 这个 这次这个H1N1病毒啊 不像 甚至不像这个禽流感病毒 那么致命性强 是这样的吗 这个因为呢 现在呢 还存在呢 很多不明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们只能通过呢 现有的医学知识呢 来进行一些推测 因为现在很多的研究 还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真正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 现在从这个病毒的 这个感染情况来看 这个病毒 那么最初我们认为 它的感染力呢 不是很强 而且它的毒力呢 也不是很大 因为呢 就是说呢 它的传播的范围呢 但是目前来说 从美国这个 就是最近几天 这个感染的数 确认的病例的数字 在急剧的增加 所以我们也开始 逐渐认识到呢 它的感染力 还是有 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它的毒力呢 应该说呢 不是特别强 所以呢 而且非常好的就是呢 我们现有的 抗病毒的药物 对它非常的有效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这边呢 我不知道国内 应该叫一个商品名字 应该是什么 像这个Tamiflu啊 还有这个Ralenta 那么对于这个病 对于它这个病毒的转路 它的复制 有非常好的 这个抑制的作用 从而呢 就不能够使病毒 在体内复制 也就不能够呢 在体内增值 这就是简单的说 现在现有的一些治疗 这样流感的这些药物呢 对这个目前这种流感 还是有效的 对 不管是从预防 还是治疗方面 都有效果 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不过现在我想 再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 节目的题目 以及我们拨打 美国之音 免费直播电话的方法 好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 保健原地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 如何应对 目前正在流行的 甲型H1 N1流感 这样的疫情 我们在节目当中 会接听电话 非常欢迎 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那么拨打电话的方法 是这样的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好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听 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 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 现在我们线上 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 第一位是湖南的余先生 湖南余先生你好 湖南余先生 喂 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 是 请讲 是说那个H1N那个病毒 它的遗传物质到底 那是单念的还是双念的 如果是单念的话 那就容易发生那个基因突变吧 如果容易发生基因突变 那就人质 我们制造出来的那个疫苗 或者其他的药物 就不能有效 对付这种病毒 所以我想问 这到底是双念还是病念的吗 湖南的余先生问的问题 非常专业 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病毒呢 它的遗传物质的确是单念的 而且非常的容易发生突变 这也就是说呢 大家可能也在 这是和正常 就是说我们日常当中的 一些其他的流感病毒 相同的地方 其他的流感病毒也是 我们每年的这个流感的疫苗 都在不断地更新 也就是说呢 因为病毒呢 它在不断地变异 也就是说病毒型会在改变 那么会逃 会呢 对于什么 对于我们的这些药物呢 有逃逸 发生一个逃逸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的药物不能很好的 来针对它发挥作用 这样呢 就是说它的病毒型 改变了 它的病毒型改变之后呢 我们人体呢 就说这对人体来说 又是一个新的抗原 那么如果说 它就会有作用的 我们都会有作用的